靠着饺子东山再起 他也顺利开创事业的第二春 各位观众 吴安妮好 欢迎您持续加入那五报 今天在新闻上面有哪些最火热 大家最关注的交点一题 接下来有我更是想要提供给大家 思想念不觉得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很紧张 因为说真的 不论是拜登闹选 跟川普当选 对于整个全世界的情势来说 都是会有所变化的 那最新民调数字提供给大家吧 最新的民调数字你会发现 其实拜登当然还是稳定领先的 而我们最近比较常引用的这家民调 显示最新的这个数字是 五十一点七对上四十四点七 两根落后是差距七个百分点 不过我们说到了 民调虽然是仅供参考 现在落后的人当然是想要急起直追 但是赢的人有时候就要比谁 不会失分 因此失不失言 这就变成很重要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拜登 真的是在最后的这个关键的时间 我觉得他的失言的次数 真的是太多了 他的幕僚真的要好好注意 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失言实在是有点夸张 我们知道其实不论谁支持谁 美国是一个这么民主 这么自由的国家 你总不可能去攻击对方的粉丝吧 你可以攻击对方 比如说他的政策不好 他做得不够好 但不代表你可以攻击支持他的人 他竟然骂川普的粉丝是傻瓜 这样一骂之后你是不是更多的票 会跑出去了 而且最夸张的是什么 他昨天在网络直播的这个节目上面 他跟他的太太明明可以同台入境 而且两个人看起来的确也很恩爱 可是这句话出来之后 连他太太都傻眼了 请问一下你是不是连 你现在跟谁打选战都搞不清楚状况呢 你会发现拜登突然蹦出了这一句 如果我们不阻止小布希再做四年 请问一下现在美国总统是谁 川普 对啊 那只提闹 之前好几任的总统干什么呢 其实他的老婆非常尴尬 他老婆一发现他的老公 讲出小布希三个字的时候 就知道他口误了 所以就是非常小声地要来提醒拜 等战者的过程也都被镜头拍得清清楚楚 那当然现在时间对于川普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到美国这边 其实有非常多的摇摆州 为什么会说他摇摆州呢 就是谁输谁赢 其实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办法知道 其中兵州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拿下他 你就可以成功拿下二十张选举人票 川普直接指导这个地方 也是拜登的故障 在这边的话 他其实在那个共和党或民主党 在过去的选举都互有领先 比方说二零零八年 欧巴马第一次参选那时候 就是民主党胜利 所以也帮他夺下了美国总统大位 而二零零零年的确 共和党在这边 夺下了二十张选举人票 也对于整个选群造成关键性的变化 对 所以这一次四年过后 二零二一年 宾州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川普他说他一定要拿下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看川普的造势活动 还有拜登频频失言 办法加分 有可能还会被大扣分 说真的在电友们这件事情当中 对于拜登有没有杀伤力 肯定是有的 我们来看这份最新民调 就是在美国这边有个最新民调 就发现说 其实有超过半数的选民相信 韩特的丑闻是真的 所以你可以关注到的是 在美国这边 虽然我们一直在讲说 十一月三号 十一月三号 但是美国已经有六千人 六千万人提前投票了 那大家或许会觉得说 好后悔喔 我应该要投给川普的 可以后悔吗 目前只有七个州 你是提前投票的人可以后悔 所以在搜寻引擎上面 可不可以更改投票 变成最近的热搜关键字 就代表说这件事情 真的是有人在乎的 甚至有人想要来更改 自己的投票意象 但现在事情真的还没有被爆完 之前有关于韩特的丑闻 大家都说我手上有照片 我手上有影片 但是其实在美国媒体这边 真的可以提出正确的人 少之又少 但没有想到竟然是由她 拿出了全球大独家 也就是旅美的中国商人 郭文贵 她说我有影片 我也有照片 没有想到影片跟照片 曝光来之后 大家觉得这里面的人 有点像一位中国女性 这个人就是之前出演 花木兰的刘亦菲 因为她是透过镜子反射 看到她的一些特征 比方说帽子很相像 身形很相像等等的 所以在这个影片里面 你会发现 韩特不只有像是 西谷科茧 甚至还有那种 衣衫不整 跟这名女性在一起 所以说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刘亦菲 目前也是打上一个 很大的问号 现在也是网路上 热搜的关键 对 但是说到刘亦菲 其实她的争议蛮多的 对吧 刘亦菲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她不管是在 现在世界上也好 或是她本身的母国 中国大陆也好 通通都是处于 有点被封杀的状态 因为第一个 她在演花木兰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挺港警的这个争议 也是在网路上掀起的话题 而且因为过去 她有双重国籍 在中国大陆发展 同样也是受限 因此接下来 她的演艺录会怎么走 看起来也是不满惊奇 好 我们来看 刘亦菲的这个部分 刘老师要加油了 现在有个最新消息 目前她的脑溢血状况 看起来又是 越来越不乐观 尤其她现在送到 加护病房 今天是观察期的 最后一天 如果没有好转的话 这个病情恐怕是 越来越不乐观 对 最主要是因为 她那时候在中国 传出脑溢血 回到台湾来治疗 最近又传出 她在台东的老家 跌倒婚宁 并嘛 结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以躺在同一张床上 变成家人 那要不要再好好想想看呢 是不是不用离婚呢 但没想到 他们两个 就是一无反顾的 今天又再去请了假 今天好不容易 办成了离婚手势 好 接下来有人说 这个宫斗剧 《言喜宫略》 在台湾出现了真实感 因为当时在这个剧情里面 说到吃了草屋 再加上穿背的话 这两个东西一相克 很容易产生致命的毒性 就没有想到 现实生活当中 有人这样务实了中药 对 就在高雄这边 有一名六十多岁的妇人 她听信同有 治疗背痛的秘方 她就自己跑到 这个中药行来抓药材 没有想到喝完 自己煎煮的中药之后 竟然浑身不舒服 到诊所去掉点滴 反而更严重 心跳越来越快 最后只好挂急症 医生告诉她说 你中毒了啦 果然就是剧情 应验在生活上面了 原装进口 Chistel 芝思乐 今年已经六十岁的展昭 何嘉靖 难道已经沦为 过气一人了吗 最近何嘉靖被拍到 出席中国魔厂商业 虽然状态跟气色 都不输年轻人 但舞台相当解漏 像是临时搭建出来的 还满地止泻 脏乱不堪 被网友狠声说 来这里商演的明星都是混不好的 另外还要来关注的是 艺人谢金燕他吹出了新歌 却疑似因为MV当中造型太前卫 才刚刚上线 就被YouTube平台给移除 泰国反政府的示威越演越烈 民众不只针对政府 更把层级提升到泰国王室 昨天有大批的民众 游行到德国大使馆 递交请愿书 呼吁要来调查 泰王在德国远程治国的行为 而德国的外交部长马斯说 当局长期在解释泰王的情境 他强调一旦只要发泄 任何非法的事宜 他们就会立刻展开行动 令姐姐加入 我是影头 明天再会 拜拜咯